这期间饮食过度放纵又缺乏运动增加身体负担 开工如何调整状态 营养师建议可从超级食物着手 所谓的超级食物是它的营养价值含量 比一般的食物来得更高一些 对我们身体代谢力可以加强的一些超级食物 其中我们比较推荐的第一个是香蕉 它骨骨糖含量很丰富 所以可以帮助肠道的益生菌的滋养 营养师分享香蕉、番茄、花椰菜、优落乳以及地瓜 都是营养价值含量高的食物 其中更点名香蕉、花椰菜及优落乳 想要有好的代谢力 你的肠道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那其实维护肠道健康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肠道里面的菌虫 你要让它维持好的状态 那优落乳就是含有非常多的这个益生菌嘛 建议每天呢都要喝 然后适度的补充这个益生菌 建议选择有国家健康认证的这个优落乳 经过国家审核的所以比较有保障 除了注重饮食 其实营养师建议也要多运动双管齐下 帮助减轻身体负担 体育新闻众号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